二战后的日本 为什么会对一名美国人感激涕零 1945年8月30日下午 一架名为巴丹号的飞机 在日本横宾以西的后幕机场 缓缓降落 在舱门打开的一刹那 这个叼着玉米烟斗 带着墨镜的美国人 心里还是带着一丝的忐忑 因为在一周前 这里还停着数不清的日本自杀式飞机 放眼整个日本本土 还有近300万的士兵尚未完全狡窃 但当麦克阿瑟走下闲蹄的时候 他天生的表现欲扎了上风 在各国记者的闪光灯下 他像一个举世瞩目的大明星一样 足足站了两分钟让大家随便排 当他乘车从机场前往横滨市区的时候 沿途道路的两旁站满了日本士兵 当他的车辆经过时 沿途的士兵纷纷转过身去 身边的人给麦克阿瑟解释 这是他们对待天皇的方式 在准备改造这个国家之前 麦克阿瑟决定先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 在9月2日的投降仪式上 由400架B29轰炸机组成的队列 掠过密苏里号战略舰的上空 在队列外还有1500架舰载机 呼啸而过的飞行编队这天蔽日 给当时的日本代表团带来了 极大的心理震撼 然而光靠力威是不够的 想要瓦解日本国民的意志 就得拿捏住一个关键人物 于是麦克阿瑟把愚人天皇 叫到了自己身边 让他以一份诏书的行事 告诉全体日本国民 天皇并不是神 可普通民众一样都是人 麦克阿瑟的这招 在保住日本面子的同时 降低了天皇在日本民众心中的威信 也降低了控制日本的难度 虽然对美国来说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但他的这个做法 无异于在东亚地区埋了一个雷 天皇没有被彻底清算 日后日本的军国主义 又怎能不被招魂呢 既然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麦克阿瑟就开始了对日本的改造 他先是为日本制定了一部新宪法 规定日本保留但变革天皇制 放弃战争 和废除各种封建制度的三项原则 这相当于给战后的日本 掏上了一个紧箍咒 在政治制度改造完成之后 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的一批大财阀下手 三陵、三井、柱友、安田这些财阀势力 不仅垄断了国家财富 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国家的决策 于是麦克阿瑟规定这些财阀们 必须交出控制的股票 一半作为财产税上缴 另一半公开对外出售 避免了这些大公司左右国家政策的同时 又增强了市场活力 但光改造这些公司没有出口订单 日本也不会在战后发展的那么快 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 让日本成了美国的一个兵工厂 拿到局需订单的日本 仅在1950年下半年 出口额就比上半年增长了55% 到了1951年 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恢复到了1934年的水平 也为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 到了1951年4月 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职 被解职回国可不是件光彩的事 一直耗面子的麦克阿瑟 也只把自己要离开的消息 告诉了身边少数的日本高官 出乎麦克阿瑟意料的是 在他离开时 从他的官邸到后面机场 沿途的马路两边 站满了日本的民众 他们对着麦克阿瑟的作家 高呼大元帅大元帅 看到这一幕时 坐在车里的麦克阿瑟老泪纵横 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 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亮点 不是在西点区校毕业时的分数 也不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跳岛战术 而是他改造日本的六年